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何伟 王迅 李勤勤 李又林连妹主演 该片讲述了公司员工团建出游遭遇海难 被迫流落荒岛共同省托 并直面一系列人性问题的预言故事 有张艺兴 有黄渤 有王宝强 喜剧 有这些 看就完事了 爱情公寓深陷抄袭的经典电视喜剧 十年的情怀回归 虽然王传军和金世家不迟 在演这种抄袭作 没能原班人马有些遗憾 但是这部由陈鹤领衔的爱情喜剧 还是有很多亮点的 大轰炸 大轰炸由肖峰指导 刘烨 布鲁斯威利斯 宋城县 陈伟平 范伟 马苏 崔永利 吴刚 封远征 张军宁 张乐领衔出演 谢霆峰 范冰冰 陈道明 阿德里安布劳迪等特别出演 该片以历史事件重庆大轰炸 未被解讲述了1938年2月到1944年12月 日本对重庆进行连续轰炸 造成重庆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故事 该片宣传不多 但是冲着反映的重庆大轰炸 真实灾难题材也值得一看 再不济你看看主演 几乎把世界上最好的演员都请到了 令人泽舍的豪华阵容 GIF欧洲攻略 欧洲攻略是马普城攻略系列电影的第三部 由梁朝北 吴亦凡 唐烟 杜娟 林子祥等联媒主演 欧洲攻略延续了前作《东京攻略》 韩城攻略的动作 戏剧 爱情的元素 凡凡的芯片 阵容也很豪华 片子剧情应该一般的动作冒险戏剧 要说有什么期待 希望梁朝北老师能带着动这些小花吧 为了生计 朝北老师很拼的 这几年接了不少质量不高的本子 剩下还有《马妈咪2》 巨齿沙 解码游戏 如影随心 也都在八月上映 串串就不一一介绍了 那么问题来了 你认为哪部片子 能在八月大红大紫呢